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让二字 这条巷子就是著名的六十巷 说到它的来源 还有一段很有趣的小故事 原来清朝年节 这条巷子原本只有三十块 巷子一边是清朝大学市张英的老家住所 另一边是邻居家无事 两家同时建新房子 都想占用这三尺巷子 结果张家仁认为有人在朝为官 就写信给张英 希望他能帮家里把这三尺的争取过来 张英收到老家的来信 随即回复了一封信 实际上是一首诗 千里家书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成万里金油屯 不见当年秦始皇 张家仁受到后 出动让出巷子给吴氏 吴氏觉得不好意思 也自动让出三尺 于是这条巷子就变成了六尺 被称为六尺巷 从这 这故事可知 张英虽然在朝为官 但他并没有依仗权势为自己牟利 反而显得很大度 张英不仅宽以待人 在教育孩子方面 更是很有一套 比如他的儿子张兴玉 就是清朝鼎鼎大名的重臣 张庭玉原本是汉人 尽管清朝从康熙皇帝开始 也允许汉人入朝为官 可清朝比教师满清入官统治中原 所以朝廷对汉人的待遇 各方面都比满人差一点 但张兴玉却不一样 他当时在朝中的地位 比年更老还高 张兴玉出生于康熙十一年 康熙三十九年高中进士 从此入朝为官 三十二岁时 他就成为南书房官员 康熙皇帝对他非常欣赏 四十岁时 张兴玉担任礼部尚书 当时朝廷几乎所有重大事件的文书 都由张兴玉起草 张兴玉之所以深受朝廷重誉 主要是他博学多彩 据说他能过目不忘 普理政务方面更是能手 康熙晚年时期 雍正便看上他的才华 两人走得很近 后来雍正继位后 对张兴玉大加提拔 封他为太子太党 后来清朝成立军基础 张兴玉被雍正封为首席军基大臣 这在汉人官员中 已经算是为吉人臣了 而雍正对张兴玉的信任 完全超过了当时的年耕辽 任何满足大臣都比不了 在生活中雍正也很关心他 有一次张兴玉生病了 雍正皇帝表现得比他本人还着急 立马派人询问病情 病情效宫中寓意 到张兴玉府上看病 雍正还肉麻的说 若三天见不到横尘张兴玉的字 朕心里就难受 雍正和张兴玉君臣相处三十年 从来没发生过不愉快 两人的情意超过了君臣关系 甚至有人怀疑 他们之间有激情 当然这只是猜测 也有人说 雍正之所以跟一个汉臣如此亲近 是为了表现给天下人看 让大家明白 清朝不会亏待汉人的 这样的猜测尽管有些腹黑 但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但不管雍正皇帝是真情还是假意 张 秦玉一生的确未及人臣 他死后还配想太廖 两后来的曾国藩都没这份待遇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我示茬的编辑 将改变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